字幕城邦宣傳 請問你是在找根據嗎 對啊,我在看系領燈 家裡想要新的系領燈 那怎樣稱呼您呢? 叫我電影就可以 OK 那我叫小薇 我是一名燈光裝修師 然後我現在正想要推薦你一款 我們即將要上市的一個新型的LED吸引燈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找啊 有換燈需求的屋主啊 然後我們可以到你家去 然後呢 幫你去做一個安裝 然後之後來請你幫我們一起體驗 我們的一個吸引燈的測試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可是我自己不太會裝 沒有關係 這就是我的功用所在了 就是我可以到你家去 然後我第一次先幫你做安裝 然後之後呢 我可以教你說怎麼樣在家 就可以自己很輕鬆可以燈換你的燈具了喔 這樣子 OK 嗎 嗯 好 那試試看 好啊 因為只需要一個小時 那可以問一下你家在這附近嗎 嗯 不遠 不遠是不是 OK 太好了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跟著David 請David 帶我們到他家去 然後一起來坐我們這次的新的新的新的車了喔 OK嗎 OK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上了David的車囉 我們現在要出發到他家去了 那就問一下 David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行業的 呃 在中科工作 中科工作 那哇 那就是非常高興的工程師囉 嗯 还好 还好 你现在自己住是刚搬下来多久 嗯 几个月而已吧 因为所以就是新房间都还在想要重新在整理装 所以就是对于环境因为我比较要求 所以就是会想要找造型比较好看一点的灯 灯具这样子 今天也蛮紧张的 就是我第一次要到男生家去 但是你家里面哪里的灯是出了问题 书房的灯我有点想要换掉 换成是比较新型的吸引灯 嗯 是 哦 所以现在是整个是不会亮的状态吗 对 不会亮 有时候是不是就是自己弄一弄 可以省一点 比较省一点自己处理的话 如果既然你愿意帮我的话 那就让你看试试看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等下期待 我们就直接到David家去咯 我们下期待 好囉 這就是我們的新的新的主燈 接下來就只要把它打直接卡在水上面就可以囉 欸 電影 那我們下燈 我就已經幫你裝好囉 這樣就裝好了喔 是啊 而且你看像我這樣又學的女生對不對 其實這樣的燈呢 非常簡單就可以把它輕鬆的裝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趕快來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個燈到底怎麼樣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欸 為什麼沒有亮 你是故意的嗎 欸 你是真的 是要懷疑我嗎 我沒有懷疑你 我只是懷疑你是不是只是想來我家而已 我不是難過耶 好好好 其實呢 我們這個燈呢 它非常特別 它其實是有通關密語的喔 而且是四個字 通關密語 來 給你猜一下 呃 芝麻開門 很爛的好不好 芝麻開燈 芝麻開燈 還紅豆開燈 綠豆開門了 但不是好嗎 對 OK 雖然說我們早上才剛認識對不對 對 那你還記得我的名字是什麼嗎 呃 安妮 呃 映導 Amy 呃 小薇 小薇 你是去什麼地方去的太多是不是 小薇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好好 對 所以你呢 你要非常寒情默默的 寒情默默的 對 呃 看著這個燈 好嗎 不是看著 我就要跟她說 小薇 你好 好 打開燈光 哇 讚讚讚 你看 厲害厲害厲害 是不是完全不需要你去手中切開關喔 就是這個光 就非常的亮喔 對不對 天啊 你看 跟你原本那個 舊的心理燈的亮度就完全不一樣 對啊 而且它的功能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其他功能 來 跟著我說 小薇 你好 變顏色 太忙了 這是有三段式的色溫喔 三段式的色溫 像白光是非常適合你工作的時候 你要專注的時候 就是讓你眼睛不會太疲勞 就是像這種比較黃色的光 就讓你整個房間的感覺 就會變得比較溫馨 是不是 還有還有 是不是可以再黃一點 我就知道你喜歡黃的 我懂 我懂 來 還有 對 小薇 你好 變顏色 哇 真的是黃的很溫馨 有沒有 對不對 自從就很適合做一些 你喜歡做的事情 呃 比如說什麼事情 那想一邊去 當然是 看書啊 看書看書 對 閱讀啊 閱讀閱讀 替閱啊 看低不低啊 看書的閱讀就是一樣 喔 是一樣是不是 OK 好 看到它就是這種氣氛 讓你覺得心情就是變得 非常的relace 對不對 放鬆 好不好 對 對 relax OK 還有還有就是 其實這是平常你適合工作 放輕鬆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有 小薇 你好 銀河夜燈 喔 有沒有 像這個燈光呢 就非常適合就是 你要睡覺之前呢 就是讓自己呢 就是切這種小夜燈 然後你看到我們的燈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嗎 它其實是那種 閃亮了星空的感覺 就好像你睡在什麼 長陽在星空底下 對 只能讓你伸心靈 就打到徹底的 我好像看到 柔狼跟織女要會面的 是 是 是 有點誇張 OK 但是呢 你剛剛是說你喜歡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就對了 我知道你愛 我知道你愛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模式 叫做小薇 你好 住眠夜燈 啊 黃的很舒服 很好睡 你知道嗎 對 你看有沒有 這種燈光 對不對 整個就是讓你非常的舒服 是不是 我不管你說我比較喜歡關燈 睡 喔 關燈是不是 OK 這個也有 威有可以處理的方法 好不好 但是你等一下要跟我一起說 好 OK 我們要一起說 小薇 你好 關閉燈光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麼請問一下David 像今天測試完 我們薇剛照明 聲控室有了ED燈之後啊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沒有想到會是聲控式的吸靈燈 是不是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是5G智慧時代了 其實我們現在燈已經先進到 而且市面上真的有這樣聲控 結果真的沒有 真的非常非常少見 對啊 所以我真的David 真的對你太失望了 你也好說是一個中課工程師好嗎 要跟得上時代 你跟著這個燈好不好 慚愧慚愧 那你還有什麼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光線的亮度 其實比我原本舊的那個 已經裝了三個燈泡 同時亮的情況還要亮 對啊 因為我看你原本那個 那個燈真的太老舊了吧 然後你 我又看你又裝台燈 又裝閱讀燈 你不是每次都還要再切個開關嗎 對對對 對啊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一盞燈 就直接打趴你其他的三盞燈 對對對 三個架起來還沒有這一盞亮 是不是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燈我剛剛有提到嘛 其實我們是可以去做燈光的一個顏色變換的 對 有三段式的色溫 所以不是只有適合你工作的時候用喔 對對對 你平常想要放鬆 或是你知道帶你朋友來家面約會 對 你就可以切換是比較紅色的燈光 對 覺得是不是很讚 很讚很讚 那還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對這個燈很印象的深刻的地方 我覺得這盞燈的造型其實真的設計得非常時尚 對 而且我剛剛看你在安裝的時候 感覺好像燈其實很輕盈 很容易啊很容易就安裝好了 對啊你看像我一個手無伏肌之列女子 我可以非常輕鬆的就裝好了 對啊 因為我們那個燈座的頂座都是固定的 對 所以你只要之後呢 你只要去更換那個主燈 就可以得非常的輕鬆簡單好嗎 對 而且你剛剛提到我們造型非常的擺搭 所以不管是你的客廳 廚房或是陽台餐廳 都是可以裝的好嗎 是 考慮一下啊 嗯 對我很認真的正在考慮 要把小微留在我的房間 欸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子不要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見你而已 別說吸頂燈 OK 好 所以呢其實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想把小微帶回家的話呢 就持續關注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到Baby家呢 小微到你家燈光帶改造 今天非常的成功 謝謝 那我們下次會到誰家去呢 那我們就敬請期待囉 OK 好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真的是 真的很難免 我們下次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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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